今天進入第十二課 題目是《聖經教會成長的指南》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在1871年 穆迪開始傳說神的話語 去傳說港道 但無論他多麼努力 預備去傳說神的道 但是他的教會人數一直都沒有增長 反而越來越少 最後他的會友只剩下18個人 他感到很不開心 也有很大的挫折 覺得自己很失敗 有一天聚會完結後 有一個姊妹跟他聊天 他跟穆迪說 他說每次聽完你的講道之後 雖然我也不太清楚 但我總是覺得 好像你的信息欠了一些東西 穆迪聽完這個姊妹的說話之後 他突然就好像叮一聲 開了他的眼睛 他就明白原來他的港道信息裡面 缺少了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就是聖經 然後穆迪從此之後 他就下定決心 他每一次分享神的信息的時候 他一定要宣講神的話語 從此之後 穆迪每一次的信息分享 就不同了 他有80%以上的信息 都是從聖經神的話語以來 他的港道就充滿了一個活力 充滿了神的能力 以及帶著神的安慰 這個就是神的話語的奇妙 當我們去宣講或者跟人們分享聖經的時候 你要知道神的話語是有能力的 是能夠可以透過你去說神的話語的時候 能夠帶給人一些的安慰 神的話語是有力量的 而在希伯萊書4章12節這裡這樣說 他說神的道是活潑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兩人的劍更快 甚至魂與靈 骨折與骨髓 都能刺入否開 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被命 原來神的道就是神的話語 是活潑的 是有功效的 就好像利劍一樣 能夠刺入人的魂與靈 甚至乎骨折與骨髓 都能夠浮開 不知道 大英姊妹你聽黨道 或者你去讀聖經 聽神的話語 去看神的話語的時候 你有沒有經歷到 神的話 就好像一些劍 刺入了你靈魂的心處一樣 甚至乎那些 你可能過往不明白的 或者不知道怎麼解決的 但是因著你去聽神的講道 或者看神的話語的時候 神就讓你有良光 讓你有智慧 就將一些事情 迎刃而解 或者在人的軟弱裡 就能夠變為剛強 當弟兄姊妹你去思想一下 神的話語 如何在你生命中產生影響力和果效 我們今天進入課堂裡 我們一起去探討聖經和教會的成長 如果我們講到教會的成長的時候 我們就一定要講到 我們教會一定要著重聖經 聖經就是神的真理 如果教會沒有了聖經就不行 一定教會的成長 要按照聖經開始 直到最終都是要以聖經 去完成的 所以教會的成長 一定要跟聖經是連向一齊 能夠分開的 教會一定是神的話語 成為弟兄姊妹和聖經 以及教會的根基來的 所以教會的成長 聖經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教會的建立 是需要神的話語 去建立弟兄姊妹 建立整個教會 是按照聖經的規則 聖經神的話語 去指引弟兄姊妹 指引我們如何去行 按照神的真理而去行 也讓我們能夠懂得如何分辨 所以聖經在一個教會的成長 是非常重要的 是不能夠缺失的 我們再來看看 聖經是祝福的傳言 聖經是祝福的傳言 今天我們每個人都想祝福 我們需要聖經 領獨家福音 第十一章二十八節說到 耶穌說是卻喚不如聽神之道 而遵守的人有福 我們聽到要行到 所以我們聽神的道 我們也要遵守神的話語 當我們遵守神的話語的時候 我們就得了重申而來的祝福 第二點,聖經是聖利的傳言。 在已福所書六章十七節都教我們, 並要戴上救恩的頭盔, 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寶。 在貼索羅里加錢書五章八至九節, 都這樣提醒我們。 但我們既然屬服伯袖,就應當遵守, 把信和愛當作護心鏡借空, 把得救的盼望當作頭盔戴上。 因為神不是預定我們受刑, 乃是預定我們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得的。 如果大家有提以福所書的時候, 都會很熟悉一個穿戴屬靈軍裝的經文。 神就說,我們要戴上救恩的頭盔, 就是救恩, 救恩就是要戴在我們的頭上。 我們就要思想神的救恩, 神如何拯救我們, 而不是靠著我們自己, 而是神解除我們, 讓我們去認識祂, 讓我們去相信祂。 神的救恩就臨到我們生命的裏面。 我們要反覆去思想, 無論我們遇到什麼情況或困難的時候, 我們仍然要持守我們的信仰, 神的救恩已經臨到我們, 以及我們家庭的裏面。 不僅如此, 還有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我們要看拿著神的寶劍就是神的話語, 這是非常寶貴。 同樣貼索羅尼家前書五章, 我們都同樣說到, 我們要用信和愛, 是當作護心、鏡、者、空。 得救的盼望是當作頭盔。 所以, 這個救恩的頭盔, 我們得救的盼望, 就是成為我們的頭盔, 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我們唯有靠著神, 我們才能夠去勝利。 所以, 第二點, 他提了一次提醒我們, 聖經是勝利的傳言。 我們要把握神給我們的話語。 第三點, 就是聖經是成長的傳言。 我們知道, 未能夠明白。 我記得, 我們一開始課堂這本書的時候, 也有說過, 我們要長大成熟, 滿有基督的新娘, 我們不再吃淋奶了, 而是我們要吃乾糧。 等《彼得前書》二章二節, 這裡就這樣說, 就要愛慕那純正的靈奶, 像財身的嬰孩愛慕那一樣, 叫你們因此漸掌, 以致得救。 我們原來, 我們讀聖經, 就像我們吃神的乾糧一樣。 我們要吃神給我們的糧食, 就是在神的話語去建造我們熟靈的生命, 以致到我們熟靈的生命, 越來越長大, 滿有基督的新娘。 再來看, 我們看看第四點, 聖經的能力的傳源, 聖經是能力的傳源。 在羅馬書一章十六節也說到, 我不以福音為此,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猶太人, 後是希利利人。 神的福音是給所有的人, 因為神的福音是滿有能力的, 是要拯救世上每一個人, 願意接受主的福音, 悔改, 歸信耶穌, 並且相信神是那個拯救的, 是能夠救我們的。 能夠遠離一切的黑暗, 進入神的光明。 我們要得著神的能力, 就要靠著神的鬼機會。 接著我們再來看, 聖經裡面教會成長的原則。 如果我們從聖經裡面有新舊約, 我們看舊約的時候, 我們知道舊約的時代是抗野, 那些以色列人在抗野裡面, 他們是經歷了抗野的教會。 去到新日的時代, 如果你有看《士道行傳》, 之前鼓勵大家都看《士道行傳》, 你就會發現初期教會是怎樣建立起來。 雖然我們是不知道, 人數有多少, 但是我們在聖經裡面看到, 神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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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不斷地去擴展。 他簡選的士徒, 如何將神的話語, 去到不同世界, 不同的地方, 將福音廣傳, 帶到人去歸傳。 我們一起去看看, 聖經裡面, 教會是怎樣成長的。 當中有些教訓和原則。 第一點就是, 教會成長是從神的命令開始的。 我們在《創世紀》一章二十八節, 都會看到, 神就赐福給他們, 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 遍滿地面, 治理者地。 也要管理海裡的魚, 空中的鳥, 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從上世紀, 從上世紀, 我們一開始就知道, 神赐福給人, 是呀, 師父給他們, 就是赐福給人, 就是要人, 要槍城, 就是生養眾多, 要遍滿全地。 還要叫人, 治理地, 還有管理活物。 這一切都是神創造出來的, 是讓人當中, 是讓他治理、管理的。 神是要人, 是昌盛的, 生養眾多, 遍滿全地。 從《創世紀》一章二十八節, 我們看到, 生養眾多, 要遍滿全地, 要人, 要治理和管治這個地, 和各樣神所創造的活物。 這一切都是神的安平。 第二點, 我們再來看, 從生約裡, 耶穌基督開展他的事工裡, 我們看教會的成長。 《返墓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九節, 經文就這樣記載, 他說, 那時耶穌出去, 上山祷告, 整夜祷告神, 到了天亮, 叫他的門徒來, 就從他門中間挑選十二個人, 稱他們為使徒。 這十二個人有西門, 耶穌有給他起名叫彼得。 還有他兄弟安德烈, 又有瓦閣, 和約翰, 比利和巴多羅曼, 馬太和多馬阿勒肥的兒子雅各, 和奮裔黨的西門, 雅各的兒子由大, 兒子或作兄弟, 和賣住的家律人由大。 耶穌和他門下了山, 站在一塊平地上, 統戰的有許多滿途, 又有許多百姓, 從右帶全地和耶路撒冷, 並推羅西洞的海邊來, 都要聽他講道, 又只望醫治他們的病, 患有被鬼折磨的, 也得了醫治。 眾人都想要摸他, 因為有能力從他身上發出能, 醫耗了他們。 從剛才我們讀《勞家福音》第六章十二到十九節的經文裡面, 都記載了, 當時耶穌基督出來開展他的事工, 所做的一切, 其實都標誌著教會要做的事, 如何去使教會興旺, 如何去讓教會成長呢? 也如何去把神的真實帶給那些微信, 甚至可能是認識神的人。 我將這些重點都描述了, 即是都著色了一些, 大家可以看看。 原來耶穌會安靜上山祷告, 祂會離開人群, 祂會安靜自己, 去尋求父的臉, 去跟天父父祈禱。 祂不僅僅是一個短時間祈禱, 甚至是整夜的禱告。 耶穌的生命都成為我們的提醒, 我們都要分辨一些時間去安靜尋求神。 祂會離開人群, 祂會離開人群, 特別是在現在繁忙亂的世界裡。 很多人都仍然熱烈, 都要看著家庭, 看著工作。 但是我們仍然要分辨一些時間出來, 安靜地去尋求神的臉, 求神去指引我們, 求神去幫助我們。 除了討告之外, 耶穌也有挑選了十二個門徒。 十二個門徒, 為何耶穌這樣做呢? 祂就是讓祂所做的傳承下去。 今天你和我都一樣, 不僅是我們學會了聖經, 而是我們都要祈求神幫助我們, 將我們所學到的傳承下去。 今天可能你在家庭裡面, 你有你的孩子, 你的子女, 或者你身邊有一些下一代的小朋友, 他們都是很需要福音的。 希望神也幫助你, 你也祷告, 讓你所學的, 或者你所知的, 都能夠將神的福音、 神的聖經都繼續傳遞下去。 就像昔日耶穌基督的一樣, 祂都繼續將神的話傳遞下去, 成為神的見證。 在這裏, 第十四、第五節, 說到祂揀選了十二、 第十六節, 揀選了十二個門徒。 那些門徒二十四小時都跟耶穌一齊, 他跟著, 是耶穌的行事為人, 他所作的。 耶穌除了討告, 除了揀選門徒之外, 將神的話語傳遞下去之後, 祂還去四處去港道, 將聖經的話語, 神的話語去港道, 給不同地方的人去認識神。 除了去港道之外, 祂還去醫病。 第十八節那裡, 甚至乎祂是講鬼。 這個世界有神也會有鬼。 鬼是你, 在這裏說到有人被鬼折亡, 但是後來就得到神的醫治, 所以鬼也能夠去港退。 即日耶穌來到這個世界, 祂講道, 亦都醫治人, 亦都講鬼。 那你會發覺第十九節, 這裡說到, 其實那些人是感受到耶穌有一個能力的, 甚至乎有些人是想摸祂。 當那些人去摸耶穌的時候, 他就感受到從耶穌的身上高, 都能夠有一份能力。 就好像聖經裡面, 曾經記住過這個婦人, 她就是去摸著耶穌的衣服的時候, 一個歲子的時候, 他都能夠病得醫治。 耶穌就是沒有能力的神。 所以, 在耶穌基督的事工裡面, 我也看到, 教會如何建立成長器。 第三點, 我們一看教會的成長, 是需要在聖靈的同在裡面的。 在《使徒行傳》一章八節也說到, 這裡說到, 單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傳地, 和薩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在《使徒行傳》也說到, 耶穌在聖天前也吩咐滿徒, 叫他們等候聖靈, 要被聖靈充滿。 當他們被聖靈充滿的時候, 他們就能夠得了從神而來的能力。 也能夠把福音說傳, 直到地極, 為的是要見證耶穌, 見證耶穌是主的。 第四點, 就是教會成長可以從《使徒》的訊息裡面得到確認。 在《使徒行傳》二章的十六到有一節, 大家可以都有時間去看回聖經。 當中你就會看到聖靈充滿了《使徒》之後, 他們就得到從神而來的能力。 這個能力就讓他們放膽去宣趕神的道。 就像上星期我們說到彼得一樣。 彼得原先是三次不應處, 但是後來他能夠被聖靈充滿去領受聖靈。 他整個人都改變了, 甚至是能夠帶領三千人去歸居。 這個能力不是他自己能夠, 但是從聖靈充滿去帶領, 他能夠説講神的道。 現在當中, 彼得哥說到的重點是耶穌基督的受死。 耶穌如何復活, 亦如何升天。 這就是基本福音的訊息。 當我們今天去傳講耶穌基督的時候, 我們都要讓人知道耶穌基督是神。 他為了我們的罪而去死。 他的補血就洗淨了我們一切的罪。 當人願意接受耶穌的時候, 人的罪就得罪是赦免。 耶穌基督死了三天之後, 是能夠從死女復活。 今天耶穌已經在天上, 因為他復活之後就升到天上, 是在阿巴父的右邊。 這個就是我們要傳講的基本福音的訊息。 非常之重要這個。 今天當我們傳講福音訊息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提到耶穌基督的受死呢? 耶穌基督的復活和聖天呢? 我們都要好好記住這個基本福音訊息。 第五點就是教會成長, 從信徒的討告點檢驗。 在我們的教會裡面, 我們每一天早討七點鐘都有早討會。 我們星期三,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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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崇拜, 有祈禱會, 有聚會。 我們都是著重討告的教會。 而在《復徒人傳》初期的教會裡面都一樣。 正如耶穌基督, 我們看到耶穌基督的事工那一點, 也看到耶穌基督也會分辨他的時間出來, 去到山上通宵去討告。 討告是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你想想你的討告是怎樣? 你有沒有每一天都花時間去討告? 你的討告有沒有經歷到神的大英運呢? 不單止你的討告是要為自己的需要去討告, 或者你家庭的需要去討告。 而是要去討告裡面, 包括我們要感謝我們的神, 我們為著我們身邊的人去代討, 為著我們所在的國家、城市去討告, 甚至乎可能在今天一些戰亂的國家, 我們為了他們去代討, 為了神的國度去討告, 為了那些未信的人去討告。 這是非常之重要的, 對於教會成長的內容。 教會是需要讓神會同心合意的, 是一起去討告。 就好像昔日, 耶穌吩咐他的門徒, 要近接的討告。 他們聚集了在馬可流等候聖靈的降臨, 當聖靈在降臨的時候, 門徒那一百二十人在馬可流, 他們被聖靈去討滿, 他們得了從神之以來的力量。 都是從討告開始。 當他們領受聖靈的時候, 教會建立起來了。 初期教會建立起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討告力量非常大。 當時早期教會的人數是天天增加, 並且當他們去看《士徒行傳》的時候, 你會發現昔日耶穌基督所做的, 討告、神跡歧視、衣餅、講鬼, 都能夠帶有非常好的過效。 讓人經歷到, 這個神是真實的。 上星期我們也聽到一個牧師分享, 我們教會也有頂姊妹去經歷患病, 癌病去得醫治, 或者其他疾病去得醫治。 不單止是一個, 而是有好幾位頂姊妹患癌病去得醫治。 這些仍然是今天會發生的事情。 無論是患病, 又或者是其他的問題, 無論是疾病, 或者是生命的一些掙扎, 或者是群綁也好。 討告是能夠帶來醫治。 討告是能夠帶來釋放。 今天, 神仍然是一個又真活又活的上帝。 所以, 一個教會要成長, 是很需要頂姊妹討告去擺上。 大家聚在一起去討告的力量, 是有一個合一討告的力量, 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 教會成長, 討告是非常重要的。 第六點, 就是門徒訓練加速教會成長。 在《使徒行傳》第五章, 42節。 我這裡還沒有打出令, 我現在也要看一看經文。 我們一起聽一聽這個經文。 在《使徒行傳》第五章, 《使徒行傳》第四十二節。 她們每天在店裡, 在家裡。 不絕地教訓人, 傳耶穌是基督。 當時信耶穌的人, 每天聚集在聖殿裡。 或者在家庭中,不停教訓人,亦都傳耶穌是基督。 這個說到當時的人不僅是他自己相信耶穌, 他還願意不斷地把福音帶到他身邊的輪舍, 他所到的地方。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特別是在我們身處的地方, 我們可能會說福音也不容易, 但是這個也需要我們靠著徒告, 靠著我們自己的生命, 不斷地每一天經歷神的時候, 我們就得著同神而來的力量, 勇敢地把福音帶到我們身邊的人, 以及我們的下一代。 所以門道訓練能夠加速教會的成長。 我相信大家都在經歷著, 因為我們在MTS是一個門道訓練的課程, 大家都可能了解到我們第一本書聖經的入門, 其實是一個開始。 接著我們下一本書就會講到聖靈, 再下一本書就會講到敬拜。 就是一路一路增加上去, 建立我們成為基督的門徒。 不單是我們先來去裝備我們自己, 我們都要繼續把神的話語繼續傳承, 比更加多的人, 這些都是神對我們每一個人的心意。 然後第七點, 就是講到教會成長是由全福音開始。 如果我們看《使徒人傳》的第二章, 四十七節。 經文就這樣說, 他說:「三美神, 和眾文的喜愛, 主張得救的人, 天天加給他們。 三美神, 和眾文的喜愛, 主張得救的人, 天天加給他們。 這裏是講到, 如果我們再看第四十六節的時候, 那裏都講到,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的狠切的在殿裡, 且在家中抹餅, 全著歡喜誠實的心用販。 原來當時初期教會的弟兄姊妹, 他們信了耶穌之後, 他們常常都是聚集在一起的。 聚集在一起, 他們會討告, 會一起聖餐, 在家中抹餅, 他們會彼此反對, 有友誠實的。 他們會彼此團計將交。 大家會彼此一起學習神的話語, 一起去討告, 一起去讚美神。 他們會一起將神的福音, 帶給他們身邊的人。 這也非常重要。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來教會呢? 也是因為我們在教會裡面能夠跟弟兄姐妹有一個建立 我們回教會聽到聖經,也一起去學習神的話語 我們需要跟弟兄姐妹有一個建立 就像我們每個月的第二個禮拜都定了崇拜之後 我們就會有傳福音隊一起去傳福音 也鼓勵弟兄姐妹一起去參與 明天我們是主日,第二個禮拜的主日 我們完了崇拜之後,弟兄姐妹會一起去傳福音 傳福音是能夠讓教會成長的 所以我們都很盼望弟兄姐妹一起去參與 我們一起去將福音帶到我們身邊的人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當我們將神的話語 我們將神的話語帶到別人的時候 我們能夠為一些有需要的人去討告 要他們經歷到神能夠幫助到他們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也都能夠讓教會去成長 也都帶出主話語的能力 還有能夠去見證到信是真實 我們再來看看 我們說到 看到聖經和教會的成長 第三點就是 教會要有成長型的查經方式 我們之前也說過很多關於查經的事情 如何去看聖經 其實我們在看聖經的時候 都要整體去查經的課程 我們要設合整整本的聖經 一個完整的查經的過程 去閱讀 我們不是單單去看某一部分 而是一個整全整體性的去閱讀聖本的聖經 這個也要在每一天的生活中 我們去看聖經之外 都要去上一些的查經班 一卷一卷書去查校 當中去明白 我們繼續去講道 這個當我們去講查經班的時候 我們去查看聖經的時候 都最重要的是 能夠把聖經應用在我們生活中 這個非常之重要 因為在當中 教會是提供一些課程 給弟兄姊妹參與一些查經班 也都讓聖經的話語 能夠應用在弟兄姊妹的生活中 教他們如何把聖經活現出來 透過大家給予一次去見證 讓人知道如何去經歷神 如何去經歷神的話語 是真實的 當我們看聖經的時候 我們都會發現 我們要花時間去從經文裡面 去探討 一些當中 如何去看神的命令 神的法則 如何去看當中神的應許 我們不單緻去看 我們沒有於是不單 unl一一一遍 總要的是信靠神的說語 還有聖經裡面 不單是一些應許 或是恥福 或者一些命令 也都不單是有些警告人的說語 要我們去注意神的提示 好,叫我們按著神的準則去行,而不是按著我們自己的喜好去行。 當我們去查經,去讀經的時候,你可能現在是個人去讀, 或者像我們現在這樣,我們一起去學習,事前我們都需要為我們的學習,我們的查經, 我們閱讀成的畫語去讀稿,亦都是彼此去守望,我們要有準備, 亦都是需要去背誦經文,透過課堂,或者我們小組裡面彼此分享我們所經歷到, 如何去經歷到華語的真實,透過我們彼此去分享,彼此學習在裡面可以做到。 其實你會發覺,我們現在都在做的,就是在MTS課程中, 如果大家記得我們每一次的PPT, 其實在最後那一欄都會鼓勵大家每一天都為MTS參與的第一次去祈禱, 為了我們能夠經歷到神的畫語,在真實向你生命中祈禱, 因為我們需要彼此去守望。 你會發覺我們問答部分都會有一些背誦經文, 就是透過背誦經文的時候,我們就能夠將神的畫語背起你。 當你會發覺,當你讀出神的畫語,或者背誦經文的時候, 你的經文就進入了你的生命裡面。 當你有時討告的時候,或者有時神透過你所悔, 即是俗讀過的經文或背誦經文, 神就會浮現出來,給我們一些提醒或者指引。 所以背誦經和讀經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要討告,我們要一起去經歷神。 今天這個聖經的知識部分就到這裡了。 我們進入下一個部分,就是《聖經為人》。 今天就是第一課,日第一本書的最後一講, 《聖經為人》。 今次講到經歷重生的保羅。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聖經關於保羅的故事? 是寶禄身於大素的。 他是出生於便那文之派的。 原來他的職業是製造了吉祥彭。 他在未遇見主耶穌之前, 他是一個法尼賽人。 他很狂熱的。 他是熱心迫害碑伯基督徒。 有一次他去大馬式的路上, 他遇見主。 最後他的生命反轉過來。 他由一個迫伯基督徒的人, 成為一個熱心愛主的人。 甚至後來他為主殉道。 你會發現保羅的生命是由一個迫伯基督徒的人。 他如何經歷遇見主後, 生命就完全反轉。 今天, 我們生命都欣賞我們遇見主, 都能夠生命更加緊貼心。 保羅很熱心, 後來就四處去到不同的地方, 去傳講神的福音, 去建立很多個教會。 如果大家發現新約聖經的部分, 其中一三分之一都是由保羅所成的。 他寫了很多書信。 大家可能也有看過他所寫的書卷。 我們繼續來看保羅的領導力。 剛才說到保羅是一個出身在大素的人。 他是一個法利賽人。 其實他是很有學識的。 他是一個很有學識的人。 他是受訓在加馬列的門下。 加馬列的門下是要接受一個很嚴格的教育訓練。 所以他很有經驗、 很有知識。 他的知識很豐富。 後來神使用他, 他的生命就得到反轉。 他所學識、 所有的學識和他所經歷的, 都能夠被神使用。 在當中, 他也經歷了。 如果你有看聖經, 他就是看不到。 因為他在大馬色路上, 他是看不到。 後來神幫助了他。 他不僅僅是把他的學識傳說。 他還有一個在自己屬靈心靈裡, 有一個很有智慧和操練。 這些都是一個領導人的特質。 就是他有知識。 也有復賀經驗。 他也願意分享給別人。 也願意在他屬靈心靈裡, 不斷尋求長進和成長。 然後我們再來看第二點。 他對拯救靈魂有一個熱情。 他近時未遇見住之前, 就去逼白教徒。 但當他生命改變的時候, 他就對拯救靈魂有一個很大的負擔。 所以當他生命反選的時候, 他就不為於力, 就努力去到不同的地方, 把學神帶給那些微信。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保羅式的教會成長。 這句說話非常重要。 就是教會在環難之中, 雖處環難之中, 但終必得成。 因為教會是神的家, 是屬神的家。 無論遇到多少困難, 但在神的旨要裡面, 要帶來拯救。 所以我們要記住, 神才是我們的避難所。 我們要靠著神, 必認得成。 我想這也是, 無論在人, 個人的生命裡面, 家庭裡面, 或者教會裡面, 都是這樣的。 唯有我們去依靠神, 能夠跨過一切的風和浪。 需要依靠神, 成為我們的盆石, 我們的避難所。 這個非常重要。 是有一個信靠, 亦依靠神。 最終都能夠達成。 最後一點, 寶羅式的教會成長, 需要傳揚耶穌基督復活的主義。 大家可以回去再看, 《高林多前書》十五章, 整章, 你會發現, 復活是基督教教義的核心。 所以我們所傳說的基督, 是一個死而復活的主義。 這個非常之重要。 和教會有盼望的。 這個盼望是, 耶穌基督應去第二次再來的。 因為他已經復活了, 升到天父的天局裡面。 他會再回來的。 所以我們在基督徒, 我們面對死亡的時候, 我們不怕, 是因為我們相信, 我們信耶穌之後, 我們有盼望, 我們有盼望重慎而來。 這個盼望是因為, 有一個復活給我們盼望。 所以基督徒, 面對著我們的死亡的時候, 我們有盼望在裡面。 這份盼望能夠代表我們有一個安穩, 也有一份喜樂和滿足。 這份快樂, 並不是世界能夠給予我們。 今天很多人, 他還未去認識神的時候, 是靠世界的價值觀, 或者靠著世界的標準而活。 但我們基督徒, 我們是靠著聖經的標準而去生活。 所以我們會過得快樂很多。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今天的標準是, 要跟著聖經而行。 我們不是要討人的喜歡, 而是要討主的喜悅。 這個帶來我們有一個生命很大的不同。 所以, 我們基督徒, 無論在什麼情況之中, 我們都能夠有主那份的平安, 那份的喜樂。 這份的喜樂是從神而來的。 因為我們知道, 有主已經讓我們死, 讓我們擔當一切的憂悅。 我們要緊緊地去依靠我們的主, 靠著我們的討告, 靠著我們, 靠著我們的主。 我們去讀經, 按著神的標準去活的時候, 我們能夠活得起樂, 活得有盼望。 亦都知道, 我們要繼續傳聖下去, 將福音帶給更多的人。 這也是神給我們的大使命。 今天也是一個開始。 我們完成了第一本書。 都盼望透過這十二個課堂, 能夠帶給大家一個開始。 讓我們能夠開始有一個好的讀經的習慣。 讓我們知道如何去讀經。 如何去祈禱。 如何去依靠。 如何去依靠主。 這個都成為我們每一個 靖子們的幫助。 因為為有神能夠去幫助我們。 開啟我們。 謝謝讚美我們的主。 我們今天完成第十二課。 完成了第一本書。 我們會休息兩下星期。 然後我們7月2日就會開始第二本書。 我現在想請Rida為我們有一個討報。 也很感謝Rida帶領我們7月2日進入第二本書。 是關於聖靈的題目。 這個時間交給Rida。 也很感謝Rida在我們當中。 謝謝Joy。 我相信大家都聽到了。 很感謝Joy在過往十二個禮拜 幫我們分享了聖經最初入門的十頁寶貴的課程。 其實很重要的。 因為很概括地說到聖經的歷史。 聖經的書籍。 聖經的書籍。 我相信大家都像我一樣。 很備受鼓勵。 特別是人物的介紹。 分享今天寶羅。 看到他對神的熱情。 給我很大的鼓勵。 接下來7月2日。 剛才Joy也說過了。 就會開始MTS課程的第二本書。 就是關於聖靈。 很期待跟大家分享聖靈。 究竟是哪一個聖靈的工作。 在以往的工作。 在你生命現在的工作。 會說什麼呢? 我相信大家大兄姐妹都會很期待。 因為主耶穌也說過。 他已經升了天了。 他留下的給我們的保衛師就是聖靈。 究竟聖靈跟你有什麼關係? 在你今天生活上有什麼幫助? 如何使你成為真真正正的門徒? 所以我很期待在接下來的10個課程。 7月2日開始就跟大家分享這個聖靈。 現在我們就低頭祈禱。 就結束第一個課程做這個討告。 好,邀請大家一起參與這個討告。 親愛天父、爸爸,我們感謝你。 感謝你是簡算我們。 好像Joy這樣說。 簡算我們做你的門徒。 不僅在知識上。 你都好像剛才Joy說到。 我們做一個領袖也是要在知識上被裝備。 所以我們感恩你給我們這個機會, 在知識上被你裝備。 我們懇求你大大地繼續幫助我們。 恩公我們對你一個渴慕你的心。 讓我們的生命都是因為主耶穌而變得更加熱誠。 讓我們的心為你而打開。 因為你真是我們生命的一個傳源。 這是我們生命所渴求的。 所以主耶,我們感謝你給這個機會。 我們能夠認識你。 被你裝備。 天父、爸爸,感謝你。 我們是過往十二個禮拜。 是給Joy和其他姐妹。 好像Carmen這樣。 去準備這個課程。 我們懇求你。 我們可能聽到的。 可能有多有少。 但我們很深信。 主耶,你是會用每一個。 每一件事。 我們接收到一件事。 是裝備我們。 求天父、爸爸,你繼續幫我們成長。 讓我們對你的知識更加深入。 不僅是知識。 我們希望祈求未來這些課程, 不僅是在知識上認識你。 讓我們在與你的關係之中, 去經歷你。 接下來我們也會說到聖靈。 讓我們可以在生活上, 每一個層面都會經歷到聖靈你的同在。 不僅是在知識上認識你, 而在生活上、經歷上去認識你。 這是我們祈求我們的渴望。 感謝你。 在接下來這兩個禮拜, 求主你繼續幫助我們。 謹記著我們這兩個禮拜休息。 你會幫助我們去整頓我們一切。 準備學習新的知識。 感謝你。 而且我們將要離開, 求你繼續幫助每位的弟兄姊妹。 讓他們在今天星期六聽了你的話語, 讓生命更加說明了, 而沒有, 而他們身命更加認識你。 因為知識上認識了你, 而更加豐富。 主日,感謝你。 感謝你給我們如此好的老師, 再求主祈祈祝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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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與祂同在感謝祢的祈禱 我們祈禱交道是主耶穌基督命祈求阿門 阿門 感謝讚美我們的主